我这次去日本参加了一个雷克萨斯这个品牌 它搞的叫showcase就是橱窗 那它隐含的意思就是 它要把它现阶段的整个的产品 与它的技术研发等等方方面面的东西 对外进行一个介绍和展示 几乎雷克萨斯最近这一年来 在市场上推出的新车型全部都能够让我们接触到 简述一下对这几款车我试驾的一个感受 一个是中间的这一辆LBX 就是专门针对欧洲市场推出的一个小型的雷克萨斯车型 会自然而然的让人想到mini 只不过mini轿车就是两箱的轿车 SUV就是一比较规整的SUV 它是一个借乎与两者之间的跨界版的车型 采用的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配的是混合动力系统 我觉得特别适合女性开 它的操控很灵活而且舒适性也非常的好 但是动力不会那么强劲 另外就是一个专门针对美国市场车型 在照片里没有 叫TX是一个三排座的七人SUV 其实它就是在汉兰达的基础之上的一个 七座的雷克萨斯版本 给我们试驾那个车型 主体还是一个六座车 真正的七座版应该是第二排是三座的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这车不来中国吗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真的不够豪华 再加上它是雷克萨斯 作为进口车在中国销售的话 它会很贵 那就没法跟中国卷的这么厉害的三排座市场来竞争了 要来中国的主要是这俩 GX和LM 现在GX它还没有正式量产推出 我们在场地上体验的是一个原型车 这辆车越野真的非常棒 在越野的时候 能够让你感受到雷克萨斯的那种安静和舒适 它是一相当地道的越野车 就是跟奔驰骑的那种设计方式差不多 前面是独立悬挂 后面是整体桥 它在越野场地上的操控非常轻松 而且它的震动和噪音都特别小 并且自动化程度很高 尤其是它那个攀爬模式 能够从时速一公里到时速五公里定速调节 当去爬石头的时候 都没有任何难度 我觉得即使是不会越野的人 用这个功能都可以去越野了 并且它有360度的影像 你可以完全看到车轮两侧 避开危险 当然我觉得这款车型 它有可能和即将再次恢复国产的 丰田普拉多形成一个平T的危险 因为丰田普拉多是丰田品牌 比雷克萨斯本来就低 然后它又国产了 那它价格就更低 雷克萨斯是进口的 有关税 它会变得很贵 那么他们如何来平衡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 让进口的雷克萨斯GX 给它的用户带来的是 非常物有所值的感觉呢 这个还要拭目以待 但是这个车型进口的时候 确定了不会进3.5升 六缸无论增压的纯汽油版本 而是要等混合动力的版本 才会进口 LM这个车型也做了一个 试乘试驾的体验 特别是试乘 展现出它的整体的舒适性 我觉得这方面 做的确实比上一代明显好太多了 它是一个很严谨的 从头一开始 整体设计就是当做一种超级豪华的 带中央隔断的MPV 坐在里面的整体的感觉 确实和上一代不一样 另外呢 我们还体验了 氢燃料内燃机的UTV 它那个动力的表现 和一台高性能的燃油发动机 是没什么区别的 非常有意思点 这是雷克萨斯和亚马哈合作开发的 而整台车的车架 发动机变速箱 全是亚马哈开发的 雷克萨斯给它提供了 车身的外壳和内饰 以及储清罐 这就是主机厂和供应商之间的合作 去进行的研发 在这上面也是体现的挺充分的 另外呢 这个氢内燃机 它已经可以投放市场了 只不过不是投放在我们消费者 自己用的车上 而是投放在这种UTV这样玩乐的车上 可以在一些特定的场地里面去体验 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开端 那除了五个整体的体验 还有一半个体验 就是杜鞭刚领先开发那纯电动的RZ 之前大家看我拍那视频啊 是线控转向的RZ的体验 线控转向的RZ啊 没有在任何一个市场上市 因为这个没有真正的法规限定 那它还不能使用 那比较乐观的估计是 有可能欧盟率先推出 对线控转向的标准 那这个标准啊 有可能在2024年推出来 那一旦推出呢 雷达就希望RZ车型就是第一个采用真正线控转向的 正式上市量产的车型 可是等待的过程不能白白浪费 不停地去优化成熟化它这个线控转向 那之前我们试驾那个线控转向呢 它在慢速驾驶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过于激烈唐突 会让用户不适应 那这一次它把它调得保守了一些 以前呢 打到最左是150度 打到最右也是150度 一共啊 从最左到最右只有300度 现在调整成 每边都是200度 你这个交叉臂还不用松手 操控仍然还是很顺手 很直接的 但是相对来说变得渐进一些 用户比较好适应 当然在驾驶的过程当中 随着速度的变化 它的转向如何反应 也做了很多适应性的优化的调教 那还是相当期待 线控转转向能够量产上市之后 是什么样子 咱们中国市场对于线控转转向 什么时候这个标准能够发布出来呢 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明确的时间表呢 所以即使将来这个线控转向上市了 我们可能也只能去海外试驾 或者说在场地里试驾 没有办法在咱们中国的开放道路上体验 但是线控转向它的重要之处在哪里 就是智能驾驶这一块 线控转向是全自动驾驶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L4级别的自动驾驶 它的一个技术基础 我们的长城公司也在研发线控转向 在它的技术上我也看到了有关这方面的研发 不过从目前观察的来讲 雷克萨斯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后续可能保时捷也会拿出这样的技术来 我对传统燃油大品牌 包括高端品牌 他们在电动化智能化这些方面 我产生了一种感想 就是这些大品牌 他们将在电动智能化竞争的下一个阶段 开始发力 它在燃油车领域里积累的那种浑厚的实力 很可能会在电动智能化的下一个阶段表现出来 而这个时候 我觉得应该反思的是 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 好像在弯道超车了之后 我们能不能守住你的领先位置 那就先说一说雷克萨斯 他们在下一阶段 为什么能够让我感受到这一点 就是他在技术研发这个领域里 它其实是一种特别务实的方式 说在现阶段这个燃油车 仍然在全球的销售当中 相对于电动车占据了90%的状态下 他们绝对不会放弃 他这一块90%的真正的主体市场 而单纯去追求那10% 但是对于那10% 他有这90%的很雄厚基础的支撑 那也就是说电动车市场 到目前为止 他仍然是烧钱的 对于智能化的电动车市场来说 钱是柴火 那谁能一直往里添柴呢 作为咱们中国的新能源制造商来说 很多新势力的制造商 他们都是靠融资来获得这些柴火的 但是柴火有烧光的一天 你不可能无穷无尽的往里融资 而传统的燃油大厂 他们本身不具备发行上市 然后突然融一大笔钱的这种条件 所以他们就靠的是在这90%的燃油车领域里 不断的获取足够的经济收益 用这些收益作为一种长期的柴火的供应 来让智能电动车去烧 而他的智能电动车那块呢 他又控制火势 不让他烧那么大 关注的是下一代的科技 下一代的科技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电动机 电池 他们下一代的技术的迭代 那在丰田集团来讲 他已经明确的宣布了 他将在固态电池上 开始呈现出自己的竞争力 因为他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研发 并且在固态电池上 已经取得了一些落地的解决方案了 那么这些方案将在什么时候实现呢 从2025年到2035年开始投入 这个时候雷克萨斯的车型 就将会一起共享到这一系列的科技 另外一方面就看到 他们对碳中和这一部分更远期的视野 雷克萨斯在展示的过程当中 他去研究氢内燃机 在这方面进行了大力的研发 让内燃机不会简单的退出历史舞台 通过技术的不断的精深的研发 去实现一种零排放碳中和的内燃机 这样就能够保留住内燃机所具备的 相对来讲一种优势 因为电池它仍然是太大太重 能量密度很低 它没有办法和燃料去比能量密度 所以氢本身它能够类似于汽油一样 有比较高的能量密度 而当用氢气作为燃料 供内燃机来燃烧的时候 内燃机的氢动力汽车 将保持内燃机的汽车 相对来说比电动车更加轻量化 也更加灵活 并且有个更好的高速表现的这种特性 当然它也能继续发挥 燃油车大厂制造商 他们百年来所积累的 在燃油车方面研发所实现的那种架构 那这种成熟的架构 实际上是效率的表现 也就是说我花了很多钱 花了上百年时间 研发出来的燃油车的整体的车身的结构 和它的动力系统 能够继续持续下去 它就能够实现一种长期的折旧 那是一种非常高效的使用方式 那这样能够继续保持很好的盈利能力 所以在轻动力方面的研发是很重要的 另外他们还研发的是 对于整辆车碳中和 它在减震器里面所用的液压液 是用生物方式来提取的 而不是从石油里面提取 这样就能实现碳中和 那你比方说它在座椅的缓冲材料 采用那种完全可以回收利用的合成材料 包括座椅的面料 新能源制造商蔚来品牌所用的内饰的材料 超鲜蓉 就是用的这家日本厂家所生产的面料 这种面料现在有30%的材料 已经是完全可回收利用的了 将来的方向就是100%的去采用这种可回收的材料 还有就是它采用的一种塑料的材料 用做保险杠和挖动机机械装置的覆盖件等等 它是用可回收的材料 加上一种很特殊的纳米材料去合成 那合成之后 这种材料也是可以100%不断循环去利用的 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有一个感慨 就是像这些大厂汽车制造商 我都看到了这种现象 就是它是整个供应链 以主机厂为主来组这个局 带着它的整个供应链 一起来参与到这个展示窗的活动当中 它是向对外把它的供应商 一个一个全部都推出来 非常紧密的和供应链结合在一起 去进行整体的研发 为了下一代的智能电动化 为了未来的整体的碳中和 一起去研发的 在这方面的营销当中 或者说对外的宣传当中 我们中国的主机厂是缺失了 我们看不到中国的主机厂 组这样的局 带领着中国的供应链 一起来面对着我们中国的消费者 面对着市场 面对着我们的媒体 这地方还要提出一点 就是我在慕尼黑车展上 亲眼看到的情景 宝马作为一个主机厂 它带着宁德时代和伊维里能 中国的供应商 一起在慕尼黑车展上 在同一个展厅里 去面向观众 外国的主机厂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中国的主机厂做了吗 没看到 所以在这方面是非常缺失的 那么这种合作的观念 就能够看出来 我们是落后的 那么下一轮的竞争 我们能保持领先位置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值得提出来的 那当然这一次 还是要介绍一下 对雷克萨斯整体的印象 这次你会见到的雷克萨斯 各个产品研发总工程师 产品经理 全都在现场 包括雷克萨斯的最高层的两位 一个是设计的老大 虚贺厚一 直接面向媒体 直接给大家讲 他对于设计上的理解和理念 而且他很会讨好中国媒体 为什么呢 他在手机里存了一张照片 秦始皇的铜车马 他说他在设计LM的时候 就参考了秦始皇的铜车马 我说老实话 我实在是很难 把这两款车 从它的外在形象上联系在一起 但是最起码 我看到了 作为一个主设计师 他讲故事的能力 确实很高 而且会让你感觉相当的亲切 西装搁旅的这位 系列领带的这位 是雷克萨斯的国际总裁 杜边刚 特别是在跟杜边刚的交流当中 我感受到一点 就是 它是我见过的最开放的 日本厂家的高管 他首先一上来 就直接承认 在过去疫情的这三年当中 对于中国市场的 关注和跟踪不够 当2023年咱们全面开放 他们来到上海站参观的时候 他们感到极其的惊讶 就是中国市场在新能源方面的 进步的速度 可以说是神速 自己承认自己落后了 我很少见到日本的厂家 能够这么开诚不公的 直接承认自己的缺失之处 但是我感觉 只有你完全认识到了 自己的缺失之处 你才能真正着手 去努力的追赶 可是又一点要说出来 对于咱们中国的厂家来说 当你看到这些国际大厂的老板们 纷纷承认自己错了的时候 其实是很可怕的 为什么 当他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时候 他才会改正 而当他开始改正的时候 大企业所具备的那种 厚实的技术基础 和整个国际市场 营销来讲 产品开发来讲 技术来讲 他的实力 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是需要我们国产品牌的厂家 重视他 我们也应该看看 我们的缺失在哪里 我们的弱点在哪里 如何去改进 来迎接下一波强大的攻势